HELLO 各位玩家 歡迎收看本週的巴哈姆特電玩瘋 我是蛋捲 數位發行平台大戰中 和 Steam 互相競爭的 EPIGAMES STORE 在上禮拜剛結束的 2019遊戲開發者大會中 現在前陣子有許多人相當在意的 騰訊投資了將近一半股份這件事情 並公開說明了 EPIGAMES 並不受到騰訊的任何指揮 並且宣布了 他們發行遊戲的標準 將只會接受高品質的遊戲 並且拒絕任何包含色情內容的遊戲 另外在同一時間 原本只有在PlayStation 平台上 推出的暴雨殺雞 Beyond 里特律變人 這三款遊戲 將會在EPIGAMES STORE上 獨佔推出PC版本 不知道各位玩家想法如何呢 接著馬上來看本週的新遊戲報導 堪稱第一人稱射擊版暗黑破壞神 以多人合作以及打怪刷寶刷槍枝為主的 《邊緣禁地》 在睽違多年之後 終於宣布要推出陣統的第三代囉 《邊緣禁地》將會及歷代之大臣 不僅擁有歷來最大最多樣化的開放世界 除了全新的角色、職業之外 還有全新的敵對勢力與怪物等待玩家來對抗 更重要的是歷代作品中的熟面孔 也幾乎都會在這代登場 與玩家們並肩作戰呢 既然是《邊緣禁地》的正統作品 怎麼少得了各式各樣五花八門的槍枝呢 本作將會有數百種 組合共計超過上一種以上的槍枝 還新增了自動步行步槍、機甲等新裝備 等待玩家來把玩 想知道這次《邊緣禁地》3 葫蘆裡還賣了些什麼藥嗎 別急別急 官方預定將在4月4日進一步公開遊戲情報和內容 各位寶藏獵人們就請拭目以待吧 去年底釋出神秘運動影片的《女神藝文錄5》 終於在最新的影片中公布了答案 那就是將在PS4 登場的《女神藝文錄5 皇家版》 不過影片中只看到一名紅色馬尾長髮的女學生 對於怪盜團的行為表達了不認同 覺得應該要由當事人自行解決 證明女性到底是誰 而《皇家版》是不是像以往黃金版那樣的加強版呢 這一切就等4月24日揭曉囉 在Netflix 擁有超高人氣的驚悚作品 《怪奇物語》 隨著第三季前導預告的曝光 改編遊戲也順勢公開 要登上NS 平台囉 《怪奇物語 3》是以上未開播的第三季 為主題的俯視角動作遊戲 玩家將可以扮演史蒂夫和警長哈古等人 深入能源部的研究機關 遊戲中充滿了合作要素 玩家必須慎用每位角色的不同能力 才可以順利通關 不知道這部作品的故事和影集又有多少關聯呢 這一切的答案 就只能等遊戲上市後才知道囉 可以自由主張甚至自製紙板套件 擁有無限可能性的《任天堂實驗室》系列 也要跟上虛擬實驚的蜂巢 讓玩家透過紙板套件來體驗 VR 囉 《任天堂實驗室 Toy-Con 04 VR 套裝》 是以可以手持操作的 VR 眼鏡 Toy-Con 套件為核心的新產品 玩家在根據遊戲指引組裝紙箱套件後 不需要經過繁鎖的佩戴手續 只要隨手拿起 就可以體驗到被完整包覆在 VR 空間中的快感 這次的套件除了 VR 本體外 還分為火箭筒、肖像機、大象、小鳥、韓風等 五種不同的版本 除了有可愛的外觀 每種套件都還有不同的玩法 像是火箭筒可以遊玩有趣的射擊遊戲 而小鳥和風甚至可以並聯使用 不管是組裝還是遊玩 都可以充分享受到樂趣 如果你不喜歡這幾款作品 那也可以試試 VR 廣場中內建的 64 種小遊戲 最厲害的是玩家甚至可以利用自創遊戲的功能 創作屬於自己的 VR 遊戲 只要你有耐心創作的話 就可以做出前所未見的 VR 新作喔 任天堂實驗室 Toy-Con 04 VR 套裝 預計 4 月 12 日正式發售 玩家們請發揮你的創意 打造屬於自己的 VR 套件和遊戲吧 90 年代早期靠著戲劇的動作回饋 身體狀況以及驚悚劇情 而大受好評的經典第一人稱角色扮演遊戲 《網路奇兵》系列 在今年的遊戲開發者大會上 接連公布了《網路奇兵》重製版的 Pre-Alpha 最新畫面 以及全新作品《網路奇兵 3 》的預告 在《網路奇兵》重製版的遊玩畫面中 可以看到製作團隊 Nine Dive Studios 完整的將當年一代的場景和敵人 以現代技術打造的精緻畫質 重新呈現在玩家眼前 想必許多老玩家看到睜開眼後 手機的手術室都感到相當懷念吧 至於《網路奇兵 3 》釋出的預告 可以看到這款全新作品 使用了 Unity 引擎來製作 而敵人的樣貌 不管是突變的怪物或是狂暴的機械 精緻程度都更上一層樓 預告的最後 系列作《大魔王 Shodan》也再度登場 網路奇兵的老粉絲們看到這兩款作品的消息 是不是感動的眼淚都快流下來了呢 看到這精美的畫面以及流暢的戰鬥動作 你看得出來這款 Dymesha 記憶邊境 是由僅僅六人的台灣獨立遊戲團隊 極度邊境工作室所打造的作品嗎 遊戲不久前釋出了這支戰鬥示範影片 展示主角手拿軍刀和BOSS 和逃者瓦格決鬥的過程 軍刀可以分為三種戰鬥風格 既有靈巧閃躲後趁系反擊的靈敏風格 又直接衝上前去放凱因通的強襲風格 或是運用防禦來招架敵人攻擊的反噬風格 遊戲使用了《Ureal Engine 4》引擎打造 不只畫面精緻 連場地的物件破壞也都做了出來 在BOSS 虛弱時 玩家就能使出看起來又痛又帥氣的終結技 來處理BOSS 看到這樣的畫面 玩家們是不是都很期待記憶邊境最終的成果呢 一晚如武士對決般緊張刺激的對戰而聞名 SNK 旗下知名的格鬥遊戲 是魂 Samurai Showdown 新作的消息就像是擠牙膏一樣一點點吃出 來看看在 PAX East 展公開的最新宣傳影片有什麼情報吧 除了先前已經曝光過的暴龍丸和納可露露等角色之外 牙神幻使郎 菊友金 色 德川慶典等老面孔一一登場 目前總計將有16位角色會在這代登場 本作不只是改用全新引擎 單體模組也保留鮮血四件的特色 老玩家熟悉的EX 技能 一閃 彈刀以及暴氣等經典系統也都將繼續保留 相信老玩家們應該很快能上手這款全新的試魂喔 試魂 Samurai Showdown 畢竟將於今年6月正式發售 喜歡刀光劍影 針劍對決的格鬥愛好者們 該準備熱熱身啦 曾研發搞笑作品模擬山羊 而一炮而紅的Coffee Stand Studios 他們沉寂已久的最新作品滿意 在本週正式展開搶先體驗囉 滿意Satix Factory 是一款開放世界的工廠建設遊戲 玩家將扮演在外星球參與先鋒計畫的工程師 想辦法將這個畫外之地蓋滿自動化工廠 和完成神秘的巨型機器 在遊戲中 玩家將可以與三五好友共同探索這巨大的開放世界 狩獵和邂逅各種神秘的外星生物 蒐集採取各式各樣的資材 並用這些材料來建設各種工廠和輸送鏈 想辦法將場區變得更為壯大 展開搶先體驗之後 官方預告將於四月的第一波更新中 陸續更新各種交通工具 新的材料甚至是武器的存在 也陨落將開放玩家安裝自訂MODE 並根據玩家反饋持續修正BUG和細節 相信在正式版推出時 玩家將能夠擁有更多的自由度 和良好的遊戲體驗 滿意即日起在APIC GAMES STORE 平台展開搶先體驗 如果你也曾經被模擬山羊那驚人的遊戲性給震撼到 不妨現在就趕快來體驗一下這個團隊的最新立作吧 繼Google發表 Stadia 宣布進軍暢流遊戲市場之後 蘋果也宣布將在今年秋季推出全新遊戲服務 Apple Arcade收錄100多款來自遊戲製作人板口國信 網友建、WillWrite以及SEGA、Cartoon Network、AS2GAMES等知名製作團隊 參與製作的全新獨家遊戲 Apple Arcade將會在全球150多個國家推出 玩家們可以在Mac、iPad、Apple TV、iPhone 這些蘋果的行動或家用裝置上使用 更棒的是玩家們還能夠分享給多達6名家庭成員使用 甚至還支援離線遊玩呢 那這個新服務究竟好在哪裡呢 過去玩家們想玩遊戲 除了付費買斷遊戲就是免費遊戲 付費遊戲怕花錢買了卻不對胃口 免費遊戲不外乎就是大量廣告或是滿滿的客金要素 但在Apple Arcade 玩家們每個月只需要花少少的錢訂閱 就能夠玩到Apple Arcade遊戲庫內所有的遊戲 而這些遊戲都是經過嚴格挑選 絕對不含任何額外花費的完整作品 也不會彈出廣告或是偷偷盜用你的個人資料喔 目前蘋果也釋出了即將在Apple Arcade上推出的遊戲預告 包含了風格類似薩爾達傳說的Ocean Horn 2 從PC 移植過來的Hilava 樂高推出的對戰遊戲 LEGO BRUX 覺得手機遊戲各個都是大坑嗎 那麼不如包個月 好好享受這些高品質的完整遊戲吧 既恐怖又有趣的 弗雷迪的午夜驚魂系列 現在也要與時俱進跟上VR的風潮囉 弗雷迪的午夜驚魂求救訊號 是本系列首款VR作品 根據官方的說法 你可以使用VR體感設備或手把與場景互動 拾取維修工具 並與弗雷迪和邦尼等玩偶近距離接觸 相信帶來的恐怖感 會比以往隔著螢幕還要更上一層樓 遊戲預計今年春季發售 喜歡本系列的玩家不妨準備弄一套VR設備 來品嘗恐懼的滋味吧 依舊保佑魯搖系統 讓許多紳士們都鬆了一口氣的 生死格鬥6 在這個月的1號正式推出 短短半個月的時間 馬上就在數號推出基本免費版讓大家下載 雖然基本免費版只能夠玩到 蝦 銅 迪雅哥 巴斯這些初期角色 也只能體驗Story模式中的序章 但是可以單獨購買喜歡的角色 如果你是擁有Season Pass的玩家呢 之後還會推出一系列各個角色的婚紗造型 白箱都穿好了 還不趕快把他們騎回家嗎 先就馬上來看本週的特別企劃 在連線對戰遊戲稱霸的今日 一款單機遊戲竟然能在發售後 立刻襲捲全球 吸引各路玩家 實況主竟將挑戰 一舉裝上Steam 平台遊玩人數前五名 人氣狂飆的同時 卻又擊碎無數玩家的玻璃心 造成雪崩時的崩潰賣片脫手潮 能夠引起這麼極端的現象 可見這款遊戲一定不簡單 沒錯 這就是本週私心風的主題 隻狼暗影雙死 由FRONT SOFTWARE與製作人宮崎英高 這個黃金組合帶來的新作 是一款日本戰國時代背景 忍者和武士題材的動作遊戲 如果你聽到戰國忍者這些關鍵字 就覺得它是款無雙割草 或是忍術連發的爽Game的話 那你肯定誤會了些什麼 與黑暗靈魂、雪原詛咒等知名 魂系列遊戲細出同源 隻狼同樣留著高難度的血統 卻有著和兄弟做截然不同的戰鬥風格 將難度更向上提升了一個層次 如果你還在猶豫要不要入看的話 先看看細心瘋的徹底解析 幫助你下定決心吧 隻狼乍看之下 很容易讓人誤以為是一款東洋版的黑魂或是血緣 發售前也有人拿人王來做對比 但其實遊戲在操作與戰鬥上 卻有著前所未見的大革新 讓玩家很難用別的動作遊戲 甚至是魂系列的遊玩經驗套入其中 最大的特徵就是這次遊戲的主軸 《劍擊》與《忍殺》 是完全獨創的戰鬥方法 加入了跳、勾索的動作 讓人物動作、場景、空間的變化更加立體 同時還取消了精力值的設定 玩家需要透過武功 而非防禦或是閃躲 對敵人累積驅幹傷害 再趁機對露出破綻的敵人使出忍殺 一刀帥氣終結敵人 一旦成功使出忍殺 哇 這個爽度 保證只要親身體會過一次 就會無法自拔囉 這狼之所以有如此高的爽度 正是來自他的高難度 新的《劍擊》系統中敵我雙方的HP不再是重點 如何將敵方打到重心不穩後忍殺 也就是累積滿驅幹值的傷害 才是戰鬥中最要緊的 玩家必須集中12萬分精神 在不斷猛攻的同時 也鳴手快的瞬間招架 彈開敵人的攻擊 或是試破敵人的招式並反擊 全程都在玩家命懸一線的狀態之下 進行高張力、快節奏的攻防 才能有效累積對手的驅幹傷害 並使出最後的忍殺 如果雙方拉開距離 驅幹值就會逐漸恢復 那前面就等於白打啦 幾乎沒有迴避的空間 這也是隻狼難度極高的主要原因 要是玩家用以往魂系列或是血緣等作品的遊玩經驗 像靠著閃躲、拿斷牌防禦 或是拉開一段距離等待精力恢復後 在司機出手為主的玩法 那恐怕會出現嚴重的障礙 這時遊戲的副標題的暗影可能不是雙死 而是要改成白死囉 隻狼繼承了經典忍者潛行遊戲 天珠的精神 自然也有暗殺的要素存在 與其他的潛行暗殺遊戲類似 只要敵人沒有發現玩家 主角就能從背後或是空中刺殺敵人 萬一覺得關卡真的太棘手 透過觀察場地思考一下潛行路線 利用Ghosto 飛簷走壁 想辦法將敵人一個個摸掉 就能夠大幅降低闖關時的難度 而且不只是小兵喔 就連許多BOSS 都能夠透過地形落下刺殺 以次給予他大量傷害呢 不過和戰鬥相比 暗殺在遊戲中所佔的地位並不算太關鍵 就算有辦法解決大部分的小兵 但許多地方玩家仍然必須老老實實的 和BOSS 正面對決 獲勝後才能夠繼續推進 同時如果作為一款潛行遊戲 那麼隻狼的逆蹤機制仍有些不明確 敵人在玩家潛行時的反應難以捉摸 每個敵人的警戒範圍也大小不一 有時暗殺一人就驚動全場 有時卻又好像完全忽略玩家的存在 是有些可惜的地方 在遊戲推出後 大多數的玩家都認為隻狼的困難度 比起以往的魂系列還要高上一截 雖然高難度帶給喜歡挑戰的 DM 型玩家的滿足感無可比擬 各遊戲媒體也紛紛給予隻狼極高的評價 但究竟這個難度是不是合理 還是有很多玩家抱持不同的看法 為了提升戰鬥的節奏 隻狼簡化了攻擊的手段 將魂系列中分屬於不同案件的輕攻擊和重攻擊 集中到同一個案件上 主要的武器也只有武士刀一種 與敵人劍的攻防少了輕重招式的變化 也沒有不同的武器配合應用 就算主角有能夠使出各種機關的人一手 但想要在戰鬥中獲勝 玩家的反應力還是最重要的決定性因素 提升等級使用道具帶來的幫助也非常有限 為了戰鬥的爽度而犧牲的裝備搭配的深度 令許多玩家感到可惜 更重要的是 要是玩家的反應不夠快 那就不是隻狼 連路邊的小頭目都能把玩家打得像隻狗 過不去就是過不去 無法靠農裝備 練等級的其他方式過關 非核心玩家完全無法享受到遊戲的樂趣 畢竟每個人天生的反應力就存在著差異 隻狼的難度對於手殘黨來說 就像一堵無論如何都難以跨越的高牆 總結來說 隻狼繼承了Front Software 與製作人宮崎英高以往作品一貫的高水準 無論是隱晦又壓抑的敘事 戰國亂世的場景氛圍營造 還有每場死鬥中扣人心弦的配樂 無不屬於精品等級 戰鬥系統更可以說開創了全新的動作遊戲種類 只不過要享受這個精品的門檻有點高 玩家在下手買片之前務必要三思 看過旅步不代表自己就打得贏官二爺 可不要像一般雲玩家看了神人的實況就衝動 務必要衡量自己對於挫折的忍受程度在下手 一旦能夠入門 並通過了隻狼所帶來的嚴苛考驗後的喜悅 絕對也是無與倫比的喔 D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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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